我們說中國戒選的方式很多 請教他晃哥 這一次交代了 將北市將近三成的里長 你說里長數量就幾百個 將近三成很多 那你看都已經套到你家門口了 還在那邊戰爭與和平 我覺得這個現象 其實我必須講 還好現在臺北市的民政局長是陳永德 因為陳永德是一個資深議員 而且他是屬於比較本土派 雖然他是國民黨籍 所以民政局會叫各區的區長 去對里長道德勸說 其他國民黨執政的 可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作不知道 因為這不只是里長 里長包含社區的主委 包含你這個里內的所謂的意見領袖 而且他這次他為了避嫌 他不用公開揪團 因為通常里長辦旅遊 大概里辦公司都會公告 要去的人快來報名 他這不是用私下打電話用揪的 而且化整為零 他不是出團 他是你們自己飛到中國 然後我在中國找一個點集合 我再來招待 他是用化整為零的方式 他不是整團出去 你光看那個價錢 台北上海六天五夜 一萬七 買機票都不夠 而且他搭的是華航 你就差不多是機票 上海物價比台北還貴 那你去那邊難道不用吃嗎 不用住嗎 所以顯然中國對於台灣的戒選 從早期的單純的武嚇 到後來的經濟的文工 到現在已經開始深入到驅離 那台灣因為是民主國家 我們沒辦法去發一個命令 說明年一月十三號之前 全體國人禁止去中國 我們沒辦法這樣子講 那目前現階段大概也只能就到用道德勸說的方式 不過我還是奉勸觀眾朋友 中國現在七種呼吸道疾病 正在同時流行當中 一樣 我一樣 藝烏官方已經通知 他們要準備十五天的飲食跟水 然後小鵬汽車的老闆 昨天在微博發了一個文章 說他到上海機場被要求做PCR 而且是兩根棉花棒一起插 然後這篇微博被轉貼得很嚴重 後來這篇被撤文了 所以中國現在到底呼吸道疾病 什麼的狀況 說實在我們真不知道 那你有必要搶在這個時候去中國嗎 現在冬天秋冬正好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峰期 你可以等明年再去 選完之後春晚花開再去也不遲 好 所以請教范老師 這也是一種金錢公式 因為你看六天五夜 一萬七千五 做的是華航 剩下所有都是對岸 飽辦 吃喝什麼費用 現在這個參訪行程也跑出來了 不錯 行程還不錯 他說行程已經排到明年一月了 綠營里長就不會被找 多數都是藍營里長 還知道你家的電話 特別打電話給你 那不就有名單了嗎 這個應該是這個中共上海市 他的這個黨 他黨的工作的統戰步驟的事情 因為上海跟台北有雙層論壇嘛 所以我認為上海市台辦 他們對這些里長的背景都摸得很清楚 他就是找那個藍營的綠營的不找 那所以就針對性很強嘛 你剛剛講一萬七還做華航 一般上我們之前看到的 他是做什麼 是做那個春秋航空 那是中國的聯航 他這個做華航喔 所以我就覺得這大手筆啦 那表示他們就有任務分工 就上海就針對台北市 那哪個省份 針對高雄或者 我覺得他們有在做分工 那目的當然唯一一個就是說 一個要你支持 像已經沒有藍白盒了 就不用再宣傳這個啦 第二個就是支持就是國民黨 對不對 侯友宜 侯兆沛 對不對 不要投賴清德 然後就開始在做這個選舉的動員 那我必須要講 這一次據瞭解 他對台的這個介入選舉的工作 是以這個政法委書記 陳文青來負責 他已經超越了國台辦的角色了 因為他是所謂的政國級幹部 他擔任過中共的國安部部長 那政法委書記是管什麼 管的是國安 公安 武警 還有法院 檢察院 他是中國的刀把子 情治單位已經下去了 包含這一次的郭台銘的 富士康被查稅都如此 所以這一次可以說是 中國非常直接的 把郭台銘給拉下來 你明明是 你要參選 我就說這個宋濤 就跟國民黨的副子儀 就在那個山西運城的那個觀光廟 說你背信忘恩 天人共路 先給你警告 就是你還不聽 還要在賴佩霞去什麼 去這個放棄美國籍 本來老共同想說 應該是來不及了 要半年 想不到AIT趕工 半夜加工 三個十天都給你通過了 所以環球時報就說要查對了